中甘實際上也歷進昌商務 中甘這個project大概在民國56年還是7年 由劉振瓜開始的 那個時候叫做金河會 就是免延會以後改成金河會 這是一個外國幫助台灣 然後很多外資 很多美元 然後成立做一些新的project 這個像王永慶德 台獸 這個很多人的這個新的project 都是從這裡面出來的 這個時候裡面有一個職務 就是鋼鐵職務 那負責人裡面最重要就是劉振瓜 我剛剛讓你們看看 劉振瓜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然後我還覺得 你說我要醫生要配護 我是配護這個人 一個腦筋很清楚 做塑形很公平 然後很果斷的人 他是有一個雙胞胎的兄弟 他是交通大學上海交大的機械系 那雙胞胎弟弟是交通大學的土木系 長江跨海大橋的第一跨海大建設計 則就是他的弟弟 而這個人是 他的了不起是什麼 他各位知道 以前基隆有一個造橋公司 叫尹台公司 尹台 尹格首 尹台公 你們知道李國廷到台灣 第一個工作是尹台公司的總經理 這個副總經理就是劉振瓜 後來李國廷轉任成經濟部長 財政部長這一幕 這個對台灣的經濟而發展 這個劉振瓜就不更熱氣了 他不講當官 所以他必須守住他的位置 所以由他來策遍這個當場 我還記得 日本來了一個人叫做大武器 這個二口 洛德當機 他來了 約了台灣駐鋼 就是 在戲子 不是台灣链鋼 台灣駐鋼 戲子 因為台灣駐鋼 那個姓李的一個董事長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台灣鋼 沒有算是李國 所以他就偷他來搖我 一道道經濟部長 幹什麼 提供一個新的链鋼 今天講的 那叫做 直接融融反應我 我那個時候只要不懂哪一個 還要約我一道意見 這個 桃生雅 我真的有氣 我後來就 無居耳中 他只是一見一個 我剛剛講就是 這個 這個案的過程裡面 很多 有很多人貢獻很多 有很多意見 最後成案 在六十年 中鋼公司成立 不過之前是籌備室 所以之前籌備室的時候呢 趙耀東是籌備室主任 他找來 李箴瓜 金茂輝 附助行 還有一個叫陳世昌 陳世昌這個人很重要 你們看報紙會講 趙耀東曾經跪下來求一個人的幫忙 就是陳世昌 陳世昌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他也不是技術員 他是販人的專家 理財這個 去弄這些財務調度的專家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他是跪下來求他 當然陳世昌也回歸他 他沒變還是好朋友 那陳世昌後來對於中鋼的 我等一下要講的中鋼出席困難 有很大的幫助